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台湾是我家 我是廖芳姐 首先我们要带您来认识 这位来自法国的Bix 他发现台湾跟法国人一样 都很爱吃香肠 所以还特别飞回家乡 去学习做法式的手工香肠 来台湾创业五年了 现在已经发展出八种口味 在市场逐渐的站稳脚步 洗上机车 货品装箱摆好 来自法国的Bix 带着他的绝活 到台湾的传统市场 一绝高下 法式香肠 法式香肠 好吃啊 一个辣味 另外的还有三个 罗方式香肠 自然 还有辣味 炙热太阳下 Bix站得直挺挺的 即使市场里早已充满 各种台制香肠 但他始终相信 自己做的法式香肠 好不好吃 在这里才能得到答案 这个市场有吸引我的口味 因为本来我弄得太鲜 所以市场就是有一个 feedback 人买因为他们有一次 一个外国人做东西 很好 在他们试吃看 在另外一个礼拜再来 说我喜欢 可是可能有一点点 味道太重 味道太淡 所以这样我可以去吃 来自从这边 有进步了 把家乡味拿来创业 Bix说是因为有一天他发现 台湾人跟法国人一样爱吃香肠 因此他还特地飞回法国 学习制作香肠的方法 好 拜拜 谢谢 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有我的香肠 有人来人喜欢 可是我需要一个地方 买香肠 再有两个方法 还是你煮一个店面 就是对一个价格 就是非常贵 还是你去哪里人买新鲜的肉 在新鲜的肉都在台湾台北 都是在市场 所以我开始就是 来买在童话街 再来这边 再去东门 再去好几个市场 这一个一拜 实际上我有走过三年 就是因为需要很久 就是在家里在网路 要观察 可是都没有用 因为我的明白 没有一个人记得 所以要真的去路上 观察一下 就是 你那么大的耶 好可爱哦 好久没有来的 你有买过他的香肠吗 有啊 他们一开始来吃的卖节目 那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啊 刚开始是 是他来买 他那时候来的时候 还不大会讲过 我没讲过 是现在才会讲 对 然后来的时候 不故意会说 对 你也好可爱哦 对 这个是真的 我来开始在市场的时候 我都不会讲中文 不会讲中文 BEx还是挺直腰 在市场里继续叫卖 创业到现在五年多 客户也从婆婆妈妈 变成以餐厅为大宗 但Bix还是喜欢 走到第一线 亲自体会民意的刺激感 这是很辛苦的方法 因为那是不一定前期 有前期好 很好 可是太阳太多 就是很热 很热会很累 再对我的货都不太好 所以要小心 不能两个小时后就要下班 在Bix身旁 可爱的小女孩 是她三岁大的女儿 多年前Bix在澳洲旅行 认识了同样在当地 打工度假的台湾女孩 就此展开一段异国情缘 我跟Jenny认识的时候 是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那边 在我们旅行 每个做一个 Working holiday visa 在我们开始比较好 一起就是最后一个礼拜 在我们旅行的时候 就是碰到 碰到 碰到 因为就是每个城市都是一样 都是碰到 所以就是我们越来越比较近 既然走到哪儿总会遇上 Bix干脆跟着太太来到台湾定居 只是一个外国人 语言又不通 要如何谋生是个大问题 在法国你需要学两年那个Butcher 在以前就是去一个月在法国 在看看我的Butcher 我的我小孩的时候去买香肠 就问他说看看我要开始做这个 我不要全部学 因为Butcher就很辛苦 不是介绍而已 所以这个喜欢学很多 所以我又跟大家讲 看我有一个月我要学那个香肠的部分 再你觉得需要多久再 他说没问题这个应该会很快 在他的家乡南法 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独家配方的香肠 Bix学成后回台湾 找到在地的认证猪肉 也密得了理想的工厂地点 所有创业必备的条件都齐全 只剩奋力一搏的决心 在这个时候我有决定了 这是三年前 有决定了OK 现在开工厂买机器 就是真的做香肠 就是跟专业 跟餐厅会买 个人也会买 开始看看那个网络 Facebook多浪化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因为量已经过了 已经有很多人进 其实他就是一个蛮务实 蛮认真的 不像平常人家说 法国人好像很浪漫这样子 好像不切实际 可是他就是还蛮务实的 每天从台北市区的住家 骑车往返位于新北市树林的工厂 光是车程就要三小时 但Bex还是坚持 一个星期要去工厂五天 亲手做香肠 品质才拿得出手 從那裡,我做的是,我的背部,我的背部 是約7-9kg 然後從那裡,我把它拿出來,拿出所有的膝蓋 我的膝蓋,硬肌,硬肌 如果你吃那樣,它不會太好 然後我嘗試做得太多肉 那樣,當我把肉放在後面 我可以用更多的香肠 當客人吃它 基本上他們沒有感覺到 骨頭或腫瘡 他們不知道什麼東西 它就只有我 法式香腸跟台灣香腸很類似 都是將肉塊打得比較大塊 入口組嚼時才能保留肉的香甜味 雖然Bix做的是手工香腸 但他對衛生從不馬虎 不僅全身配備周全 製作過程更是隨時注意溫度的控制 不讓肉品腐壞變質 現在我們要用香料 香料 法式白酒 有鹽巴 有洋蔥 有大辣工 在黑胡椒 可以是做的 我做得分 我做了幾個肉 我去看幾個肉 我用香腸 我配些了 再製作大小肉 法式手工香草 香草的油脂比較少 所以口感Q彈多汁 再搭配天然鹽鹽 與不同風味的香料調味 目前BIX已經開發出 普羅旺斯 孜然等等八種口味 他還在前心鑽研 要找出家鄉味與台灣味 最和諧的比例 因為其實做這個說不久也不久 說短也不短 因為也五年了 前面三年都要跑市場 這不用說就很辛苦了 然後再來一開始 沒有摩托車的時候 他是騎腳踏車去購買東西 非常重 那時候我們又住頂樓 東西要這樣提上去 再來後來 有人租借我們工廠之後 是在樹林 他每天要搭捷運是提著冰桶 搭捷運然後再轉公車 然後再走一段路 就是其實那個消耗的體力 還滿多的 然後我都覺得 可能一般人沒有辦法做到 可是他就滿堅持的做下去 或許是台灣人說的傲大 BIX真的是一步一腳印 見人就推銷他的法式香腸 從草創齊的潔燃一身 到現在拼出不錯的銷售量 每個月固定有 將近五十家餐廳跟他訂貨 他也開始嘗試 在大賣場等通路鋪貨 眼看著市場逐漸站穩腳步 BIX並沒有加緊趁身追擊 而是任憑他的法式浪漫作主 他說接下來要做的是 多陪陪家人 現在我們是三十多歲 三十歲差不多 大家開始就是賣房車 又結婚了 有小孩來了 我一樣兩年多前 就這個時候你的生活換 以前都是去玩跟朋友 你要去看家人 你有很多時間 你可能你有比較多錢 因為都是比較獨立 比較自由 在你結婚你有小孩 你要照顧那個房車 就是你的家 那個你的文字就是 到現在是 Baby 太太跟我 從浪跡天涯的背包客 搖身一變成為一家之主 BIX有很深的體悟 即使生活型態改變 他仍然保有一片赤城 跟行動力 選擇漢家人留在台灣 勇於開創一片新天地 來自香港的兩碗兒 原本是為了幫先生換肝 而創業 學習做果肝 在先生不幸因病過世之後 他仍然繼續做著 體驗不同的酸甜甘涩 一如人生的各種滋味 其實我們的果肝 算起來還滿簡單的 就是水果 然後洗完去拌皮 然後去切片 就直接拿進去烘了 那整個過程都沒有添加任何的東西 那因為我們就希望說 沒有負擔的零食 可以讓人家吃得安心這樣子 什麼都不佳 不是偷懶 而是更用心 兩碗兒的果肝 不像房間賣的 很香 很甜 色澤鮮豔 而是一種來自大地 新鮮的味道 像這顆水果就還滿完美的 就是很紅 然後它就是成熟度也夠 但如果說如果自己吃的話 這顆還可以再放一下下 因為它的硬度還算滿硬的 還可以再放軟一點點 然後再來吃會更好吃 你看 是可以喝的 因為它都紅的 就是黃色的 所以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我會先教它先挑水果 因為水果 並沒有辦法有一個數字去表現它 那可能一定要靠經驗 或者靠你的手感 靠你的鼻子去聞這樣子 還有看眼睛去看 然後才判別說那個水果 到底它的成熟度夠不夠 然後可不可以馬上來做果乾 每一顆水果就像人生 酸甜甘澀各自精彩 對待它們當然也得格外費心 捏到甜 壓它 它有沒有軟 如果沒有軟的話 代表說它應該很熟 我大概都切在1公分到1.5公分左右 那因為如果太薄的話 其實吃起來的口感就沒有那麼的好 而且水分的那個保存 沒有辦法保存到有點濕潤的感覺 所以必須要切這麼厚 所以烘烤的時間就會變得比較長 一顆愛文芒果 對準中間的籽左右各切一片 金鑽鳳梨削皮後 也只能取出七八片果肉 不要用的就捨棄 兩碗兒做起果乾很豪氣 因為她要守住口感 更要守住她與先生的約定 我以前我先生 因為他不太喜歡吃硬的東西 所以他一定要那個 烤出來果乾要有那個珠惜的感覺 所以就一直在摸索 到底哪一種厚度是比較適合這樣子 二十多年前 他從香港嫁來台灣 才發現自己嫁了個 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可是因為我先生這個人 他很愛工作 他就是一想到工作 他大概什麼東西都忘了吧 然後沒日沒夜的 有時候他可能幾天都不回家 然後就是忙他的事情這樣子 當時先生在報社擔任業務 白天跑客戶 晚上寫皮案 拚命三郎的確拚出個好成績 卻也急勞成績 搞壞身體 從來沒有一個心理準備說 他會生病 而且是那麼嚴重要住院這樣子 然後醫生就說 他是因為猛榜性肝炎 因為太累了 就是因為從那時候開始 就是身體會變成說 越來越不好這樣子 以前他在報紙廣告界 難怪 一張病為通知書 並沒有讓兩碗兒的先生 停下腳步 他接連轉往大陸工作 卻又因為肝硬化 被迫辭職 為他養病 甚至在休養期間 還跑去報名職訓課程 不過也因此遷起 夫妻兩日後製作果乾的緣分 就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就你整腸 對 他們這一群同學 討論了很久 就決定說 我家裡南部在種水果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些 因為那時候剛好 有食安的問題 也有颱風的問題 是不是可以把這些剩餘的水果 然後把它製作成一個果乾 然後讓它不要這麼的浪費 可能丟掉 然後讓人家吃得也比較安心這樣子 既然先生閒不住也管不住 兩碗兒心想 那乾脆就用果乾一起創業吧 然後那時候也還滿天真的 是不是可以說有賺一些錢 可以真的幫他換乾這樣子 是很完美的一件事情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說我後來決定說 好那我們就嘗試來創業好了 那時兩碗兒白天還要上班 只能利用晚上的時間做果乾 所以尋找水果貨源的種責大任 就落在先生的肩上 那時候他就想說 我們想要找那個漂亮的 然後無毒的水果 所以我們就有上網找說 那時候因為比較晚一點點 所以芒果的那個產地應該 剛好是在台南 其實他都為了省錢 然後都晚上就是坐夜車取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我就都會說 可能他在路上的時候會打電話給他 看他身體有沒有怎麼樣 有沒有睡覺這樣子 那時候他睡眠不夠這樣子 犧牲睡眠 直奔產地視察取貨 換來無毒又有生產履歷的新鮮水果 夫妻倆從台灣頭走到台灣尾 忙碌了半天才發現 最大的問題原來是果乾的做法 他們還沒了解得清楚透徹 以前我們烤餅乾麵包 可能大概一個小時就好了嘛 我們就兩個小時出來怎麼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然後那時候就因為早上也要上班 然後晚上回到家才做 所以呢就設定一個鬧鐘 兩個小時想一下 然後就爬起來 然後去看一下那個水果 到底現在到底狀況怎麼樣了這樣子 然後發現原來要好久 要十幾個小時 那個東西才能就是看到一個 比較像樣的成品這樣 結果這又是一連串不眠不休的日子 梁婉兒說他們要依照水果的特性 調節烘焙的時間長短 就連溫度也不能隨心所欲 其實每一種水果 我只能抓一個大概可能大概是57度 其實但每一種水果烤的溫度 還是有一點點小差別 但是差別不大 那可能就是只能靠經驗去做一些微調 那但是如果說你超過它影響成分 可能就會流失 就或者它的活菌可能被殺死 那57度以下的話也不能太低 因為太低可能它水果就會壞掉 簡單來說就是得用低溫烘烤 鎖住水果切片的營養不流失 只是過程中還得不斷翻面 確認果乾都能受熱均勻 每一種水果烤的時間會不相同 那有些的話最短的話 可能也要大概14個小時左右 那如果長的話有可能到20多 可能快到40個小時也有 就看水果的大小的厚包就是有差別這樣子 他說的差別是從半天到兩個工作天的差距 扶起兩班書上網查資料 慢慢做也慢慢摸索 也許方法奔了些 但在第一批芒果乾和鳳梨乾順利問世 而且獲得好評的時候 一切辛苦都值得了 創業原本為了幫先生患肝 但夫妻兩人越做越有興趣 在分送健康的同時 卻收到先生罹患肝癌的消息 其實我老公就是最疼他的女兒 然後所以有很多事情他都很上心 他當然希望看著 我想他的願望當然不只看女兒結婚 他可能希望就是一直陪在女兒身邊這樣子 可是就是很遺憾 結果沒辦法 丈夫病逝後 兩碗兒繼承她的遺志 繼續做著對身體無負擔的水果乾 還有寶貝女兒最愛吃的 芭樂乾和甜式乾 而在眾多果乾中 還有一款隱藏版的龍眼果乾 兩碗兒說龍眼果乾 因為製作難度和成本太高 一直沒敢拿出來賣 但這是先生最愛的口味 所以偶爾她還是會做一些 懷念故人也未見自己 我以前沒有很喜歡吃龍眼乾 因為我覺得太甜 然後可是因為爸爸很喜歡吃 然後我現在有時候吃的時候 就會覺得好像就會想到爸爸很喜歡吃 因為他很喜歡吃甜的 然後就會覺得好像也變好吃了 喜歡爸爸喜歡的 女兒的貼心懂事 兩碗兒都看在眼裡 現在她也開始加入果乾製作 即便才在起步階段 但母女同心協力 讓愛一路傳承 因為我媽媽就是比較在行的是 就是弄水果 然後去做這個水果乾 那我就會幫她譬如說包裝 或者是訂單出貨的部分 那我打字比較快 那我就會就是選擇在 我比較拿手的方面去幫助她 那我當然現在是還沒有像 爸爸那麼厲害可以 就是懂很多管理上面的方面 那但是我希望可以就是 讓媽媽不要就是 去忙水果乾之外 還要忙這些就是管理的事情 那所以我也是很努力的在學習 然後希望可以就是代替爸爸 然後就是長大之後也可以 好好照顧媽媽 擦乾眼淚 生活還是要繼續前進 兩碗兒的人生 就像這一款款原味果乾 雖然歷經過苦心烘焙 但也已然換來入口的甘甜喜悅 來自越南的阮芳花 嫁做台灣媳婦已經12年了 她從小的志願就是當老師 現在在台灣當起了專業的 博物館導覽員也算圓夢 在國立台灣博物館裡 穿著一席越南傳統服裝的 軟芳花 和外界面 而從門口聚集來的越南姐妹 在聽到母語時相當興奮 來自越南的阮芳花 擔任導覽大使已經一年多 每到週末她就會來到博物館 帶著越南姐妹認識台灣 她說每一次的導覽 都讓她有不同的感受 我覺得國語不是我們自己的母語 那所以有一些的 沒辦法真正的理解 那可以通過我們幫姐妹 可以更深入的理解 台灣跟越南的文化 我們可以幫大家的一個橋樑 讓大家多多了解台灣文化 她其實在我們在導覽的過程 她有時候她會說 這跟我們家鄉的很像 比如說建築物 她說會跟我們 胡志明市的建築物很像 她主動就會找了很多的圖片 所以之後 我有越南的姐妹 要來培訓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範本 染芳花的導覽方式 最常用越南少數民族 來跟台灣的原住民做比較 她說其實兩者間有很多相似之處 介紹起來也會讓參訪的越南民眾 更有親切感 她會將圖片做好分類 一邊搗欄 一邊對照她身 從中的圖片 她來解釋 她說 就跟我讲说 原来是台湾的文化 也跟我们很像 然后他觉得 原来台湾也是日本统治的 那么多年 50年的时间也不少 所以他们说蛮有趣的 他们说 为什么之前来台湾那么久了 今天才知道台湾的文化 像这样专心备课 阮帆花说 这仿佛回到读书的时候 那种快乐的心情 没有 我觉得越早会越有兴趣 为什么 因为感觉到很像 跟越南的文化这么像 就是有相同的那个地方 我一定把它就是 否复 让更详细的理解 因为我觉得 像我的个性来说 不理解的东西 一定要把它理解得清楚 阮帆花是越南国立河内 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 从小她的志愿 就是想当个老师 没想到后来 人生转了个大弯 来到台湾 还当起专业导览员 但对她而言 也算是冤了一个梦 但是当导览大使 都是利用假日出勤 阮帆花身为全职妈妈 当她在导览的时候 董事的女儿 就会在博物馆里乖乖等候 从小也沉浸在历史的氛围里 她们其实有一些姐妹是说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要来这边做服务大师 我希望了解台湾的历史 好像就是芳花讲的 我希望了解台湾历史 我才能教好我的孩子 要转好 不要往后喔 真的喔 高高了吗 还要再高一点喔 嫁作台湾媳妇已经12年 但她其实婚后都在越南生活 四年前大女儿正准备念小学 阮芳花认为 台湾的教育环境比越南好 夫妻俩商量后决定 先生留在越南继续打拼 由阮芳花带着孩子到台湾定居 大家都会说 你们很奇怪的一个家庭 老公是台湾人去越南工作 然后老婆是越南人又来台湾 阮芳花在越南的家境也算不错 父母原本不希望她嫁到台湾来 但先生的细心深深打动了她 我的脚啊就是长了很多脓包 然后就 我一直带那个脚的问题 十几年了 她自己的手 然后来帮我抛脚 抛完了之后再来用那个腰膏 来帮我扑上去 十几年的二级就这样慢慢痊愈 阮芳花相当感谢先生对她的爱 尽管知道一国婚姻的路走得不会轻松 但她还是选择嫁给台湾先生 甚至带着女儿来台定居时 肚子里还怀了第二胎 也没有让阮芳花退去 勇敢地为了女儿的教育问题踏上异乡 这边的亲子活动非常的多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不会遗憾 反而我又觉得来这边他们有学到很多 虽然爸爸没在身边 但是还有我陪伴了他 就我用我自己的爱心耐心 还有我的陪伴 我希望他们也知道我的辅助 然后就是我希望他们也是慢慢地成长 适应这边的环境 好 我们一起来动一动好吗 好 来 一根手指头 一根手指头 变成毛毛球 除了担任导览员 阮芳花平时也会在孩子的学校担任说故事妈妈 假日还抽空到图书馆担任志工妈妈 陪伴更多孩子长大 小朋友每天都怎么样 看着窗户外面 看着月亮 因为我爱你 那时候一开始人家都会觉得说 你的中文不是那么的好 你可以吗 可是芳花就是觉得说 我可以 他就是蛮坚定的说我可以 我就是要讲故事 你们想不想玩游戏 想 那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起白马 带把刀走进城门跨运游 练习说故事也是希望多点机会 参与孩子在学校的活动 阮芳花说唯有这个方法 他才能跟孩子一块进步 丹麦 芬兰都是欧洲国家 还有那个什么法国 丹麦 丹麦好像有在我们科文中 这样的态度也影响了同样是新住民的姐妹 让原本不敢上台的故事妈妈 现在也能够自信的站上舞台 很害羞 你知道吗 从来都是 就是不敢 比较不敢跟别人这样子什么 讲拜托话 可是我认识了这个方法之后 就觉得我更有 有一点点信心 更增加了我的信心 以为他就是非常的鼓励我 位于板桥的新北市图书馆总馆里面 有新著名故事妈妈 分享各国不同的文化故事 阮芳花很喜欢带孩子来这里 让孩子听他讲故事 也让孩子及早接触不同的文化 爸爸行的工作 然后为了他的梦想 所以爸爸拿的板子 做什么 你们知道吗 做什么 椅子 做什么 我会觉得把小孩子不仅是自己教的孩子 然后小朋友也可以听其他故事妈妈在讲 他们等于就可以接受到别故事的文化 因为不仅是我是越南的 还有印尼的妈妈 还有缅甸妈妈 台湾妈妈 中国妈妈 就各国的妈妈都在讲自己国家的文化 所以他们自己也吸引到了 就是也吸收到了 阮芳花也非常投入在说故事妈妈的工作上 活动结束后 他还会留下来跟其他伙伴研究如何精进说故事的技巧 台湾的图书馆真的很棒 就是有这么好的环境来培养小孩子 这样子我觉得我赞加这个故事妈妈 我又学到很多东西 除了培养我自己的小孩有阅读的习惯之外 我自己也学到了东西 因为我们有一些游戏 越南的游戏的跟小孩互动的行为 跟这边的有差别 像现在 图书馆推出用幻灯片来讲绘本 她也专心地跟其他故事妈妈一块儿讨论 台湾人真的很好 每个人都是很亲切 很热心 然后我觉得各个机关都有当资工的 我希望我们越南也有这样的牺牲当资工的这样子 阮芳花惊讶 志工文化是台湾坚强的阮实力 所以她在这里自然而然的也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论是故事妈妈还是导览大使 在付出的同时就能获得满满的回馈 这是阮芳花在台湾收到最无价的珍宝 来自湖北武汉的王丽 为爱远嫁来台16年 前十年经历了有如低谷般的异乡生活 直到重拾画笔之后 才终于挥洒出自己的光彩 这个画面很珍贵 你用手机帮我拍下来 我们还没有拍过照 我一直想要这种画面 呼唱覆水 来自湖北武汉的王丽 人在养鸡场里忙碌干活 但谈起她第一次与鸡群见面的过程 还是心有余悸 第一次来去鸡场 闻到鸡笨的味道就吐了 因为从来没有一次性 闻这么多大量的鸡份 聚集在一起的那个味道 就是还不习惯 受不了 一来就吐了 这个鸡场主要是我先生在经营的 差不多有三万只鸡 然后它就是 就像便利商店 24小时中流无休 那我从学校下完课 在小孩子补习完 都过来帮忙做一下简单的事情 剪一下那个没有剪完的蛋 不然他一个人工作太辛苦了 与鸡群为伍的人生 王力说一切来得很突然 也不是他预想中的发展 1999年 当他还是武汉江汉大学美术系的学生 经朋友的介绍 认识了从台湾来武汉 念医学的先生 原本以为两人会在武汉过日子 没想到最后 却是跟着先生回到彰化老家 他刚过来是住在大城那 那是比这里还要更不方便一点 比较乡下 所以说他的交友圈不大 上午工人有剪过第一次了 然后再剪第二次就是 比较晚生的蛋 再把它剪干净 一个学美术 一个念医科的 两个人会走上养鸡这条路 其实是因为一场无名的火灾 其实我刚嫁来台湾的时候 就是因为台湾这个环境 就是跟我想象的真的差很多 那我也知道 本身我也知道他们家 是经营养鸡事业的 那我想说他毕业之后 可能会留在武汉当医师 然后我在那边当老师 然后两个人就是 从此过着幸福过来的日子 但是计划永远感觉像变化 那我们家里就是突然发生变故 然后公婆意外去世了 那我先生也不得不接管 家族的事业 一场意外 让夫妻俩都得放弃自己的梦想 先生接手家族事业 王立身为长席 又处在观念相对保守的章话 他只能选择当一个家庭主顾 对 很多人不相信 我曾经服务工忧郁症的药 因为我都会失眠 晚上会失眠 因为你就会钻那个留脚尖 你会想说曾经你的人生 还算很顺利 顺遂 我想练艺术学院我就考上了 然后想当老师 也可以顺利的当老师 本来我的人生就是很平顺的 当我嫁在这边的时候 我所有的梦想都没有了 然后我就在家里相扶教子 过着频繁家庭主妇的生活 因为我的个性很好强 所以我会很不甘心 直到娶家搬到二龄小镇 才让王力平淡的主妇生活 开始出现光彩 现在他二龄的朋友比我还多了 到学校当志工 或者到学校上课 他交的朋友比我还多了 就是他变得 生活圈变得比较大了 更活泼开朗一点 好学的王力学习用电脑 在网路上经营部落格 把自己的画作和辛勤故事 借由图文分享出去 没想到网路的那一端 竟然传来热烈回响 后来因为就写一些日记 我也喜欢画画 我就会配一个插图 就图文并茂这样子 然后在网路上获得很多的回响 然后也得到很多网友温暖的鼓励 然后他们都说 丽子你画画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坚持下去 然后大家都一直鼓励我 这样子我才拿起画笔 那这幅画就是 我来台湾停笔十年之后 所画的第一幅 这一张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写生的一张作品 已经被留校收藏了 但是有照片 我就是跟他们的照片 还有一些当时的记忆 再画一张这张梦盒 就是很想念 那时候无忧无虑的学校读书时光 很想念家乡 当时画好之后 很有成就感 我不知道我这只手还可以画 我以为这只手 除了帮孩子换料布 拿锅铲炒菜 我居然也可以拿起画笔 继续再画 然后我对笔的感觉还没有很陌生 从笔尖传来的是梦想 也有着她对家人的情感 王丽的母亲是位国小老师 对子女的兴趣养成相当重视 从小王丽就在妈妈的陪伴下 将唐诗诵词 透过想象提笔成画 也是这样积累出 她对绘画的热情 从国小一直到国中 我一直没有跟过 做那种正规的画画 可是这个兴趣我从小 一直到大我都培养起来 其实那时候我的人生 也是没有目标的 直到我妈妈去世的那一天 我就觉得说 我应该就是我的人生 现在我自己要做足了 因为妈妈不在我的身边 所以我就坚持画画这一块 我喜欢就是 用我的画来写日记 所以我就画了这样一幅画 我觉得有一扇窗 可以让我呼吸 然后可以去让我看到更远的风景 可以让我眺望来时的路 也可以让我眺望未来的路 这样子 透过画作回忆过往的心境 王丽笑着说 来台初期 她为了加快融入异乡 当时用一个最笨的方法 自我训练 就是先用简体字把文章写出来 然后再 就是感觉有繁体字的字把圈出来 然后一个一个的在报纸上面去找 然后像这篇写我儿子的 那时候我儿子 我们家老大 两岁两个月会走路的时候 我就写这篇来送给他 这篇我写 简体字写篇文章的时候 只花了一个小时 可是我们家那时候没有电脑 我就是用手写的 对照的报纸 一个字一个在这找 从小儿子熟睡 十点钟开始 晚上十点 等我把它整篇翻成繁体字之后 发现天色已经泛白 已经是凌晨五点了 一个小时 用简体字写一篇文章 要花上七个小时 转换成繁体字 王力总是竭尽所能地完成每一件事情 而这份执着也延续在他对梦想的渴求 2014年创作的窗外有风 有梦就要去追 那个纸飞机就是我心中的梦想 把我的梦想放飞出去 可是呢 我不是飞到熬远的天空不回来 那我还就是保留心中的牵挂 就是保留其他牵挂 然后梦想我就勇敢地去追 就是因为这幅画就是因为 我从很多朋友身上 得到很多温暖的鼓励跟力量 然后我知道有梦就要勇敢去追 对我的未来又充满了美好的一个憧憬 对王力来说 梦想只是稍微暂停了一下下 现在重拾画笔的他 创作力道更大 动机更强烈 你看向上延伸 它的生命力很强的 两边 我们要让它有立体感 两边用深的咖啡色涂满 这就是粉纳笔的渐层 然后用这个土黄色 把咖啡色融合起来 我大概两年多前来到这个学校 那因为这边是一个偏乡的小学 文化不利地区 那我来到这边发现 这边的孩子的一文素养 非常的劝缺 甚至孩子不会画图 一张图 第一次一张白图画子 发下去给他 他画得小小的 那我就想说 这边也没有才艺班 也没有补习班 应该为孩子做点什么 现在王力获邀在彰化县内 四所偏乡小学 担任社团的美术老师 教导偏乡孩子 从绘画中提升美学的素养 以及对环境的观察力 与感受力 你看哦 向上延伸 然后呢 你可以观察外面的树啊 我想教小朋友画画 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快乐的画画 快乐的生活 我们不用当有名的画家 靠画画赚钱 我都告诉小朋友说 当你人生的画家 你生活的画家 让你的生活多姿多彩 你看 有时候你案比较浅 它就比较浅 你用很大力 它就比较深 这样有深有浅 你的素材会漂亮 知道吗 你不要每一个 在偏乡小学 美术的资源真的很缺乏 所以呢 我在小学校 我感觉到 被需要是一种 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大家 小朋友需要我 然后这里需要我 所以我在这边 得到很多那个 鼓励 以及很多温暖的力量 还有单纯的快乐 然后呢 开始画一个石桌 十米 走过异乡生活的低潮 蜕变后的王力 懂得敞开心胸 与当下的感受共处 并且深刻的体会 台湾这片土地上 生命流动的每个瞬间 这一幅 就是我在送小孩子的途中 送小孩子去上学的途中 就看到 有一对老夫妻 这个温馨的画面 我就赶快拍下来 就是一个很感动的 一个画面 那我觉得 我们生活中 有很多 小小的幸福 只要你用心去感受 就是用心去看 你会发现身边 很多温馨感人的事情 光阴四见 十六年的台湾生活 在王力重拾画笔的 那一刻起 就像画布一样 从空白变成多彩 再从多彩 变成现在的 无比精彩 所以有一天 我站在窗前 我突然就回想 我这十六年来 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我们才发现 原来人生最大的幸福 是在你经历过很多挫折 历境中 你的心还可以恢复到 从前那种临近 然后你的心中 还充满了 继续向前的力量 我希望自己 可以温暖 更多 跟我一样的 身处异地的朋友 我想 我在台湾 这块温暖的土地上 我可以生活得很好 很幸福 我也可以带给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幸福 谢谢您收看 今天的台湾是我家 我是廖方茄 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